去街道路樹紋絲不動 上班族外出作動汗珠狂低 因为台风来临前特别闷热 沉降作用导致闷热 让苗栗头粪在中午11点10分 从头粪侧站测得36.2度的高温 位居全国第二高 很明显的感觉 可能台风造成沉降高温吧 体表温度就很热 很闷 非常热 比平常还要高温 分封让位处台风被封面的中部 很悠感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山脉后气流沉降 造成局部增温现象 高温区主要集中在桃珠苗 至台中南投 目前都还是无风无雨 但是就不会像平常那种天气 然后反而是像气压低一点的 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 其中南投日月潭风景区 一度刮起大风却还是热烘烘 民众则赶紧将盆栽绑紧固定防災 湖里的风平常没有那么大 台风陈风的影响 温度有一点偏高 然后这边大楼的侧风就非常的大 台风北部的外围环流 过山沉降 造成南投局部山区 有较强的阵风 并有局部增温的现象 造成南投近山区 在夜间普遍能有30度以上的温度 虽然有中央山脉守护中部 台风前的沉降凡风干扰 接下来还得严加警戒 后续风雨可能更具挑战威胁 现在新闻众议会报道